当夜里来的时候像火山爆发一样 你一边逃一边看 大种恐怖的力量你是无法逃脱的 若稍不留神就会把你融进去 就会被融化在夜里里面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所以夜里来的时候 夜里是很可怕的东西 师父现在教你们这个法门 就是要多做功德来消除业力 因为只有功德才可以消除业障 而做善事只能得到善报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5月13日 3个妹妹赶来参加了我家设佛台 我二妹身体不是太好 她的膝盖疼 去年在医院花了好几千 也没治好 我叫二妹在我家拜菩萨 我看她跪不下来 便问她是为什么 二妹说膝盖很疼 所以跪不下来 今天她发信息跟我说 参加完摄佛台回来以后 她的膝盖不疼了 就这两天开始好的 她看白话佛法 今年开始念大悲咒 这几天我二妹有感觉了 她很开心 我说你好好修 将来一定越来越好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先生出差了 昨天晚上出发 连夜开车 到现在还没到目的地 早晨上香的时候 我替她求菩萨说 保佑先生消灾吉祥 平安顺利 让她能够有智慧 有功力 度自己和更多的有缘众生 还帮她烧送了一张小房子 然后我跪在那里 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 三炷香当中的两炷香打卷了 之后 我给先生打了视频电话 他还在开车赶路 我说 你那么辛苦又累 还危险 我给他说了 上香的时候 怎么替他祈求 和烧送小房子的事 求菩萨保佑他 能够消灾吉祥 平安顺利 先生听了很开心 说了句 谢谢你 我说 我等一会儿去放生 他就让我替他 放五只甲鱼 和二十条鲫鱼 结束了视频通话之后 想想 哎呀 这可是先生第一次主动要求放生啊 感恩菩萨慈悲保佑 只要好好修 什么都会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的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四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中元节 于兰盆节的佛学开示 一 一 中元节的民间习俗 及玄学内涵 十四 中元节晚上十二点后 灵性才会回去 欠债不还 等于种下恶因 选自2012年8月31日 直话直说 还有一个事情啊 就是那个 就是今天不是中元节吗 嗯 我看你那个 就是以前的那个文章里面有写 就是说 啊 今天就 他们就回去了啊 如果就是说 他来了之后没有 就是没有 不会今天 今天这么早走的 晚上十二点钟 之后才会走的 嗯 晚上十二点以后 嗯 就是说 啊 就比如说第一年来了 然后他来到这里 没有那会儿都不懂念经 也没有给他念 然后他就 他可以不回去什么 一直在待着吗 也要回去了 也要回去了 回去以后 但他可以再来是吧 但是他可以再来的时候 可以弄你的 嗯 帮你摘下一个饿的种子 接下来你这个地方 慢慢长牙 就是长肿瘤了 嗯 你以为他们白来了 来要再 要不到再 他不搞你啊 啊 他都没这么客气啊 小姐 这个前两天 我儿子就突然发脾气 我就知道是灵性 肯定是灵性的问题 那哪哪 对 然后那个他就 那我来不及给他烧了 我当天在学校 他就烧了一个大跟头 他说他莫名其妙摔的 莫名其妙在空中摔了一根头 两个膝盖都磕在台阶上了 你不知道 中元节之前 清明节之前 还有年底的那个 冬至 冬至之前 都不得了的啊 多少人闯祸 嗯 嗯 嗯 就是冬至呢 我们也是过 就是过中国那个节气啊 一样 跟清明和那个中原差不多呢 嗯 那那个西方的那个 那个Halloween 那个鬼 鬼节 鬼节啊 一样的 对 一样 教法不一样 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全一样的 中原 西方的这个节日 那我们一年有很多 还有好几个 那当然了 这么容易啊 一个人一生当中 有多少劫难呢 啊 台长那个听您声音 好像好多了 前两天看那个照片 您在法会 真的非常辛苦 很累 很辛苦 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台长都没有帮到您 太累了 心痛了 我看见 我看见那些受苦的人 我心痛了 他们他们被病磨 折磨的 真的人都傻掉了 嗯 是啊是啊 台长那您也要注意身体 难过 啊 菩萨有泪往里边流的 不往外流的 好好修吧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第三 当你在苦海里 夜里像鲨鱼一样紧盯着你 你想摆脱和脱离它的时候 这个鲨鱼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游到哪里 它就会尾随着跟到哪里 等到你好容易看到暗了 想拼命游上暗 想摆脱夜里的时候 最后 夜里像鲨鱼一样 拉着你一条腿 把你再拖下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